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Robert 今次我們就跟了永安旅行社 是去東隆州和鯉魚門的行山打卡一天有 我們9點前就在尖沙咀碼頭旁邊的鐘樓底和領隊會合 等領隊點齊人, 我們就馬上出發 Let's go! 我們坐這艘船, 下層就有冷氣 上層就沒有的, 但是看風景就一流 我就當然坐上層了, 看一下那些團友, 上到來都很開心 欣賞風景和拍照, 打卡一流 上齊人就開船了, 我們第一站就是去東隆州 沿途欣賞維港兩岸的風景, 真是好美 這麼快, 我們就到了東隆州 等領隊點齊人數, 我們就馬上出發 如果自己想來東隆州的, 逢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都會有船 這個就是船期表,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來到東隆島, 領隊就首先帶我們去炮台附近欣賞風景 去炮台的途中, 我們都會經過一些市多 當來到第一個分岔路口, 我們就走左邊 走遠一點點, 我們就見到有些店 有東西吃賣, 還有有東西喝的 而且, 選擇都不少 沿途我們就會經過這間假日士多 很多遊客都會在這裡光顧和休息 我就當然八八掛掛走進去看看 你看一下, 裡面幾多人 我們去東隆炮台途中, 沿途都會見到一些很美的風景 而且, 中途都會有廁所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廁所都是在東隆州營地的旁邊 每逢假日都會有很多遊客來露營, 享受大自然 很快, 我們就來到第一個景點 團友來到都很開心, 和很興奮 大家都把握時間在這裡拍照打卡 我自己都不撿輸, 當然是狂拍照和拍片 你們看不看到 對面就是肚瓷洞, 有名鬼洞 看完這麼美的風景, 我們就去參觀東隆炮台的位置 這個東隆炮台就在三百多年前 在清朝的康熙年間建成的 炮台是用來防禦海盜, 所以十分有歷史價值 我們走到入展館裡面, 其實我們是見不到有炮台在這裡 只是見到一堆亂石 然後我們就來到這間東隆州博物館 在博物館裡面, 只是放了一些剪板 主要是介紹東隆州的歷史 博物館裡面都很小的, 我周圍看一下, 繞一個圈都走出去 然後我們就去了大廟灣參觀佛堂燈塔 如果要下去這個燈塔, 都會有一些難度 所以很多遊客在上高拍照就算了 而我當然要挑戰難度, 走進來近一點的地方拍照 下來海邊看風景拍照, 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走完燈塔, 我們就走回去假日視多休息一下 這裡都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飲品和食物給大家選擇 我們就叫了波羅冰和紅豆沙, 要20元一杯 休息一會兒, 等時間到 我們就上船去下一個景點 很快我們就來到里漁門 第一站我們就去到一間叫海天宴會廳的酒家吃下午飯 上午我們走完山, 我們的團友來到這裡 個個都好餓 好, 那我們來看看有些什麼食物 首先來的就是南瓜豆腐湯 接著來的就是白灼蝦 蒜蓉粉絲蒸蒜貝 脆肉瓜木耳炒鮮油 是有兩條的, 一大一洗 菠蘿青椒咕嚕肉 蒜蓉炒生菜 薑蔥霸黃雞 豉油黃炒粗麵 最後來的就是揚州炒飯 我吃飽飽之後呢 就去了酒家出面的海鮮池參觀一下 你們看一下, 多多美麗海鮮 吃完飯後, 我們第一站就來到石礦場 在百多年前, 不少廣東人流落里園門 他們都是以打石為生的 石材都會銷售到去台山的順德 甚至遠到歐洲 到了八十年代, 打石業開始釋味 所以石礦場都需要關閉 接著我們就來到天后廟 鯉魚門的天后廟 是被列為香港三級歷史的建築物 所以都吸引了很多遊客過來參觀 這間天后廟香火鼎盛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過來看一看 之後我們就來到鯉魚門燈塔 這個燈塔都已經是有五十年的歷史了 走完燈塔, 我們都到處逛逛 看看有什麼特色小店 舊式餅店在香港真是買少見少 其中有幾間都在鯉魚門 一場來到,我們當然是到處逛逛逛逛逛逛 ogiclet Male associate with Angela and Giovanni 從三天後, nella山下 再往旅行,我們終於陸續 tour 我船回去尖沙咀碼頭之後,我們就解散 到最後,我們就報告團費 團費是599元,買一送一 即是差不多300元一個人 而導遊費就是30元一個人 兩個人就60元 如果喜歡我這條片,請訂閱、讚好和分享 記得記得按小鈴鐺 我一有新片就會馬上通知你 那好啦,我們下次再見啦,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